翻江鼠讲评 为了得到九子莲花 挺身走险 探天池 咱说的这儿 得交代清楚 这个天池 可不是白头山上那天池 那座天池在中朝的边境 比这天池也大得多的多 这座天池是半天然 半人工 说的天然 这个地势低洼 到了雨季 寺外山上的水都往这寄中 日久年深 就形成了一滩池水 说的人工 据说在数百年前 在九江府出了个活财神 为了修一座别墅 就选中了汉阳风 在这座天池的边上 修了不少穷楼玉阁 后来由于发水 防悔乌塌 连这个百万富翁 也葬身水底 打那之后 没人敢上这儿住来了 结果呢 就传出很多故事 什么天池里有神 天池里闹鬼 如何如之河 话不过三 越传越神 有关这座天池的传说 多达百事总 但是 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 靠着这座天池的东坡 有三座洞 每一座洞里头都有洞 谁也叫不出什么名来 左右两个小洞 有两头鳄鱼 不管它是不是鳄鱼 这形状长得苦涩 挺长大嘴 满身肉包 挺长的椅子 四只爪 相貌凶恶 极其凶残 天池里边生长的水生动物 全是他们最爱吃的饮食 如果有人食足掉到水里 也能供给他们一顿美餐 正中央那个大洞 还有一头庞大的动物 咱们暂时给他命名为猎龙 这这个形状有点像上古上的恐龙 但是比恐龙脑袋可大 身子要小得多 就在这洞里头待着 这九子莲花就在聂龙前面不到两丈远 因此要取这九子莲花 因此要取这九子莲花是逃不过聂龙的眼睛 就成为天然的九子莲花的守卫者 没这王看着 早见就扒早了 书接前文 讲凭他们哪知道这些事 光要想拿九子莲花 没想惊动所有的恶语 这两个东西窜出来了 一看来了美餐了 眼珠子都红了 把大嘴一张是直奔翻江树 把蒋四爷吓得魂不附体 心里说了声 不好两条腿踩水 一溜水线奔上头就翻 琢磨这个恶语 扎着大嘴就跟上来了 仰看要雕住翻江树的两条腿 就在这紧要关头 永金刚张豹挟刺力赶到了 张豹和马龙是负责保护蒋平的 遇成这种事 他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因此永金刚双脚踩水 两手捧刀 奔着鳄鱼 腹部变侧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鳄鱼的皮太厚 张豹这刀也夹着没磨 咔嚓这一刀像捅在橡皮上似的 没扎动 虽然说没扎动 这玩意挺疼啊 这鳄鱼 脚的下巴不得劲 望下一刀 饿回头来 奔永金刚张豹来的 张豹一看不好 是摸身就跑 蒋平脱了线了 但说翻江树 脸都下变色了 雨口气在水里冒出头来 啪 哗 哗哗哗哗哗 求着水 乘风破浪身 扑奔 白云睿 云睿率领小四节 和蒋昭 蒋小义 正在这等着 一看这水 冷不丁 开了锅了 呼起 一呼唳 就知道发生事了 没把几个人给吓死 正在着急的时候 一看蒋平上来 云瑞就喊 死不 这下来 云瑞一伸手在腰里头 把飞抓百链锁截下来 事先把容绳都拴好了 以备万一 三丈多长的链子一抖 蒋平伸手抓住 云瑞三把两把把翻江鼠拽到岸上 再看蒋平狗幽虎也搭了 脸也绿了 下巴也抖了 半天没说出话来 可正在这时 水一番花 永金刚张报 双刀将马龙也上来 云瑞 那意思 下句话是说 快点搭一把 我们已经没劲了 可这话刚出口 冷不丁的俩人 又消失在水中 紧跟着这水就开了锅了 可探 永金刚张报 双刀将马龙 双双毕命 让两条鳄鱼吃了一顿美餐 水都染红了 蒋平他们在岸上 一看是十声痛哭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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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但说玉面小大摩 有人也欺负他 那水底下那东西咱惹不起 蒋平说着一把没拉住 再看白云锐 一溜水线不见了 把蒋平急得直拍大腿 哎呦哎呦要了我的命了 要了我的命了云锐 你怎么跟你爹一样这么宁 小义 士杰 你们快下去帮帮忙 哎哎 就这样 校美郎君沈明杰 超水燕子旅人杰 蒋昭 蒋小义 义侠太保 刘士杰 四个人全都跳到水中 单说云润 穿着水是一号 手里拎着宝刀 金瓷龙鳞闪亮屁 使了个千金坠 坠到水中 睁眼睛仔细观看 模模糊糊 发现前面果然有黑咚咚的栋口 白云瑞的水性没有蒋平高 也看不了那么远 但是在两丈左右还能看得见 他又往前游了一段 一看可不是吗 有一朵花 根儿在沙石地里长着 这听碧绿碧绿的 在水里是摇来摆去啊 但是云瑞呢 吸收刚才的教训 挖花的周围一看 哎哟 黑冬的洞里头趴着三位 六只眼睛像金灯一样 都盯在外面 云瑞他们刚到就被里面发现了 白云瑞是顿感紧张 正在这时候 左面这条鳄鱼 一背一脚 直奔小大漠 云瑞豁出去了 为了给永金刚张报 双刀将马龙报仇 毫不畏惧 他一看鳄鱼 张着大嘴奔自己来了 双脚一菜水 身子往旁边一斜 把这一嘴躲开了 永瑞是轮一刀就砍 无奈的这边在水里的别扭 他不像在汉岸上 这刀怎么使怎么管用 这水里的阻力太大 幸亏他使的是刀 他要使锤 那就更玩不转了 云瑞想把鳄鱼的脑袋砍下来 但是这个水阻力 这一冲击 刀还偏了 正好砍到鳄鱼的下嘴袜子上 尽管这样 云瑞这是宝刀 切金断玉 血铁如泥 这鳄鱼长得再结实 夹得住这碗碰子 咔嚓一下 把下嘴袜子给删掉了 顿时水就红了 这鳄鱼疼痛 难忍在水里 你嚼这尾巴 哎呦 开了锅了 这云瑞啊 和这几个年轻的小英雄 就好像那饺子下的锅里 拿勺一窝了 随着水烂转 跟那意思是差不多呀 这几个人 身不由己在水里 就撞开个儿了 要不是水能高 随意漂流 撞到石头上 就得粉身碎火 这时蒋平里的人也跳起来了 蒋四爷拉住白云瑞 是死拉活拐 把他们拖到岸上 到了岸上天黑了 爷几个都上不来气了 坐大便是好一顿休息 最后 能说出话来了 蒋平这才劝 云瑞啊 不能操之过激呀 如果是这样 急于求成 把咱一人几个的命 都得搭搭着 咱死不足惜 得不来九子莲花 就救不了老罗汉 欧阳扑中 救不了老罗汉 就胜不了郭昌达 也就是救不了八王千岁 怎么办呢 因此 咱们还得稳扎稳打呀 今儿个不行 还有明天呢 不超过十天就可以 孩子 回店休息吧 死不 莫非 永金刚账报 双刀将马龙 就这样白白的死了 不成 那有沙发 这就是战场 打仗就得死人了 你能跟那底下的怪物 去讲道理去 为什么把他们吃了 那么好使吗 孩子 别意气行事了 回店吧 云瑞一看 可不是吧 天快黑了 大家垂头丧气 三步一回头 五步一回头 想起张报马龙 谁心里都堵个尬的 来前九个人 回去剩七个 到了定更天以后了 他们才回到店房 到了十家老店 把门砸开 伙计一看 怎么回来七位呢 怎么后边还有吗 没了 那那二位 有事去办事去了 蒋平也没说实话 大家回到屋里头 伙计一瞅 这几位怎么累这样模样 你干什么去了 赶紧把水打来 蒋平他们洗了洗 何一而卧 就这样睡了 监德文杰说 到了第二天 他们吃完了饭 又带了应用之物 二次奔天吃 到了这 一二几个都下了水了 经过一场惊心动派的决斗 仍然没得过九子莲花 仅杀了一条鳄鱼 剩下一条鳄鱼 还有个巨大的灭龙 藏到洞里不出来了 谁敢进洞 往里一进 那不就完了吗 九子莲花也没弄到手里头 可把眼几个机坏了 第二天就这样回来了 转过来第三天 又是一场紧张的搏斗 仍然没把九子莲花到手 蒋平掐手指的一算 离开开封府到现在六天 我娘哎 还四天了 要再这么耽搁下去 咱白来了 可把蒋平愁坏了 一看大伙全累完了 明天再继续取九子莲花 恐怕谁也回不来 蒋平心说 头一个我就回不来了 这些日子拖垮了 他坐在院里正发愁呢 开店那个火气过来了 嘿嘿 我老爷子 您是不是姓蒋 啊 什么事 我们掌柜的办事回来了 方才跟我打听 我把店布子拿出来 让他老人家看了看 我们掌柜的说 跟您认识 打算见去您 不知您允许不允许 你们掌柜的 好啊 把他请来吧 哎 火气转身出去了 时间不大 领了一个人 这人来到蒋平进前 看了两眼 撩衣服就跪下了 四老爷 恩公 一向可好 小人给您磕头了 这人说话 身间颤尘巍巍的 看着一直要哭 蒋平瞅着眼熟 想不起来了 哎 起来起来 撞士 我 我怎么想不起来 在哪儿见过你 哎呀 四老爷 您真是贵人 多忘事 您好好想想 第一次咱们见面是在哪儿 第二次是在哪儿 蒋四爷翻着眼睛 想想 哎哟 想起来了 你是不是姓史 叫史丹 过去我跟你闹着玩儿竟管你叫史丹 对喽 四爷 你想起来了 我不就是那个史丹吗 这店就我开的 为什么叫史家老店呢 啊 史丹那 你可发了福了 比当初胖多了 怪不得我认不出你了 四老爷 这些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啊 都是我带来的 太好了 这是天气该着 你看这么大的九江府 你怎么就住在我这个店里头来呢 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啊 四老爷 别走了 我好好地报本 回家 快点准备酒席 我要请客 就这样 蒋平跟史丹 携手揽扮进了屋了 这别人都不认得 蒋平利用这个机会给介绍 就说呀 这位叫史丹啊 我说话呀 他也不能挑理 年轻那会儿他不学好 在沿着摊 给人家当保镖 保的是花花太岁 阎斌 这个阎斌 强男霸女 什么坏事都干 后来开封府的人去抓差办案 就是史丹这小子 吃谁向谁 为了拒捕 欧差 打救他的主人 轮三接棍一砸 他这能力真不错 没砸着别人 把他主子脑袋给砸开瓢了 就是他干的 史丹也乐了 可恶 当时他把我眼都花了 看着脑袋就砸 没主意把我家主人给砸死 蒋平接着说 为这件事的贪了官司了 被包的人判处 十年徒刑 发配到南洋府 后来我们到南洋府抓差办案 又遇上史丹了 打那之后史丹学好了 曾经帮着开封府夜探屯城子 在里边卧底 帮着我们捉拿府的军王 东方亮 哎呀 南洋府一别又是好几年了 没想到在九江又遇上你了 史丹不住的赞叹 可不是吗 自从南洋府一别 我不敢在那待了 我怕东方亮有爪牙在报复 因此我就逃到九江来了 手底有点积蓄 我就开了一座十间老店 谁知道这小买卖越干 越热乎 就这么我积攒了俩钱 把这店重新翻盖了一下 如今我也娶了媳妇 也有了后代 我这后半辈就是这样忍了 四老爷 说实话 我真想找个机会到开封府 看望看望各位 你看这些破事 始终就没能脱身 没想到四爷民到来了 这真是咱爷俩的缘分 说着酒宴摆下 史丹非常热情 给大家敬酒布菜 可吃着吃着 他发现在所有的棋味 面色阴沉 都是勉强跟他寒暄 心不在焉 这实在也是半创江湖的人 一看就明白是有事 死老爷 按理说 您是官人 我可不应该胡打听 但是我觉得 我也帮着官府出过力 到现在 还愿意替官府出力 四老爷 莫非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 如果不保密的话 能不能跟我说说 哎呀 史丹内 你跟我不分彼此 我还有蛮你的事吗 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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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蒋平把八王类的事 以至取酒子莲花的事 如实地都讲了 史丹听完一拍大腿 我四老爷 您早跟我说呀 您要早说 就不能遇上这些麻烦 废话 我上哪找你去 可也是 我刚访朋友回来 哎呀 我四爷 要照您这么说呀 您别上片池了 您要去 既得不来酒子莲花 好好的 把你们爷儿几个的命 还得扔到那 我说 为什么咱们见面晚了呢 我有个好朋友 我给您介绍一位 他要上片池 取酒子莲花 准成 哦 史丹 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当然了 四爷您别小瞧我呀 最近我有出息了 焦朋友也望上看 我这位朋友是望连焦 人家比我岁数大得多呀 微镇九江 姓盖 叫盖天愁 人顺绰号叫亚三江 那水性才高呢 那水性才高呢 所以您别看您叫翻江鼠 人家压三江 就压着你三分点 提起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 他还有个女儿 叫盖飞侠 人顺绰号叫龙女 龙女女儿 你说这水性能怎么样 人这爷俩 武艺超群呢 在九江府赫赫有名 家里就住在九江府东关外的盖家庄 离这二十五里 另外我再告诉你 他们家还有种宝贝 这种宝贝叫细龙珠 究竟有什么威力 那咱就不清楚了 听这个苗 可能能镇住天池里的怪物啊 四老爷 您要乐意的话 我愿意投钱带路 给你们介绍盖家妇女 实战呐 一言为定 我谢谢你了啊 不管事情成于不成 你这个心意 我是领了 哎呀四老爷 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 您怎么还这么客气 我看今儿个来不及了 你们就好好地休息 明天咱们起个大早 我领着各位赶笨盖家庄 行了行行行行 一言为定 哎呀大伙这个心哪 还真就痛快了不少 从大来到今天 哎 睡觉睡得比较安然 简短解说 到了第二天 这史丹比蒋平他们起的都早 为了叫大家缓伐 他特别整了两辆马车 铺的宣圈腾腾的 来到里边请蒋平 四老爷 外的车我都准备好了 礼物也备办齐了 您什么都不用操心 我史丹里可真有出息了 好嘞 将来一块谢 云瑞 咱们起身吧 大家在外的上了车 一共两辆车呢 云瑞和蒋平 史丹在头辆车 其他人在第二辆车上 车老板把鞭子一晃 哇哇哇哇 啪 顺着 官道 赶奔 盖去桩 到中午的时候 进了桩子了 史丹告诉车老板 乖乖往左拐 说着话 车子一拐弯 眼前出现了黑门楼 斯老爷到地方了 我们要请的人 就住在此宅